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已成功 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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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里夫亲切的笑容 流利的英文 开明大坚定的态度 是伊朗近两年和西方讨价还价时候的标记 核问题争议十几年 直到2013年 伊朗总统换上鲁哈尼 谈判代表换上扎里夫 情况才大逆转 曾经参与谈判的美国国务院官员 形容扎里夫的团队当年一行一访 整个气氛完全不同了 扎里夫没有以往伊朗官员的敌对 他以笑容打动各国外交人员 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克里 扎里夫和克里可以说是惺惺相识 两人的外交手本很相似 都声明耐性的重要 愿意聆听 同时坚守原则 绝不放弃 55岁的扎里夫 长年在美国读书和做事 对西方文化疗愈指准 他17岁就去了三藩市和丹佛读书 读到博士 加入伊朗政府之后因为英文好 派到去联合国做事 2002年至07年担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 和美国官员有非常好的联系 分析赞扬 梁扎里夫是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之后最出色的外交 他可能是世上唯一一个人 可以在美国官员 以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奈伊之间左右奉原 虽然与西方官员关系好 但扎里夫亦很小心不会越界 时刻刻向鲁哈尼和哈梅奈伊报告 深得两人信任 扎里夫亦很需要两人支持 抵抗国内强硬派的攻击 扎里夫整天被指 和敌人谈笑风生 骂他是卖国策 亦有人批评 80年代两伊战争的时候 扎里夫竟然走到美国读书 而不是保卫国家 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 早前都是Twitter当中抽水 嘲笑扎里夫打仗的时候 躲在美国 扎里夫回复 说我们最需要的是认真的外交 而不是人真攻击 再加一句 恭喜科顿刚刚生了个儿子 优雅反击 正如扎里夫在回忆六中说 在外交生涯当中 你要时刻保持微笑 但永远不可以忘记 你是和敌人在说话 今集新闻智库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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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